好这个花莲大西瓜市场价钱高 常常成为萧小寂予的高经济作物 那每到了产季呢 瓜农就会在瓜田旁边睡觉 以防心血糟窃 甚至连警方也会必须要执行护瓜的专案 那么国立东华大学师生就开发了一套 利用再生能源供电的红外线电子围泥防盗系统 让瓜农透过手机掌握出入人车 减轻护瓜的压力及负担 瓜农洋活体表示 前年10公顷瓜田300克的西瓜被偷损失15万元 从去年西瓜产季开始 每天都会住在瓜田里的公寮进行自主护瓜 就是轻松很多啦 我们晚上可以睡觉 小偷进来要偷窄的话 我们那个情报器都会响 还有我们的团队有八个分机 他们都要整夜都要顾啦 就是我们跟东华这边今年先试半这样试机啊 他今年试的不错 东华能源科技中心主任白义豪表示 利用太阳光电系统白天储备太阳光能晚上发电使用 再架设4G行动通讯网络 假如有人车经过 就会切断红外线感应装置 立即发送警报 通知农民 那他的一个特色在于说 当我们在这个入口处的地方 我们有架设这个所谓的电子围灵 当我们有人员经过 或者是有车辆通过的时候 他自动会发报一个讯号 然后到我们的手机的网路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收到的这个讯息 然后打开我们的监视的装置 来了解说目前的一个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借此就是达到这个贺阻跟这个防治的这个方式 像在网路通讯的这个部分 我们很感谢这个中华电信这个4G的这个行动通讯的一个网络 先帮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WiFi讯号先布及 让这个通讯网路能够上得了云端 那接下来在电力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了这个独立型的这个太阳光电的系统 那我们透过这个太阳的日照 来做进行这个除能 那我们在夜间这个农友们他们要休息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打开我们整个系统 来帮助他们做这个防治 就是一个侦测的一个动作 刮农可由手机APP随时间看现场影像 刮田也能响起警示音来下足窃贼 而整组系统控制在2万元以下 未来将会推广到畜牧业以及高经济作物等场域 监控成效良好 让刮农减轻夜首瓜田压力及负担 记者林杰奉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rz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编达灯